是可以申请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潜力点 这18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呢 包括这个太鲁阁国家公园 淡水红毛城 义山国家公园 阿里山森林铁路 马祖战地文化 金门战地文化 澎湖的石户群 还有蓝蚁聚落跟自然景观 等等有18个地方 本席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念 那龙部长呢 他是希望 因为我们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所以没有办法主动提出申请 跟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来申请 所以龙部长 他希望能够跟两岸一起来合作 就是两岸合作来申议 所以呢 龙部长他讲 他希望能够透过海基会 海协会来讨论 将来我们台湾这18个世界遗产的权利点 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共同申请 虽然交易文化委员会民进党的委员表示反对 但是本席呢 全力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眼见 而且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要讨论文化资产 应该要超越意识形态 这个是没有涉及到政治的考量的 将来在谈判的时候 也必须要坚持对等跟尊严的一个立场 我们为什么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呢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呢 它有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跟复合遗产 申请适宜的目的呢 就是呼吁人类珍惜保护 拯救和重视 这个世界地球上独特的一个景点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由联合国 由教科文组织来执行的 我们应该不能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 2009年 台湾妈祖联谊会到北京啊 觐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龄的时候 就希望能够两岸共同申请 妈祖为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应该啊 要把握这个机会 啊 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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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